整个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的一个右上重宫的一个九陶品 来 参伦们 今天呢 我为大家带来的是在当时的话 我们的雍正乾隆皇帝都特别喜欢的一件陶文的瓷器 那您知道吗 曾经的话有一个故事讲到我们的乾隆皇帝 他是为了他的母亲专门去做的这个陶文的一款这个瓷器 所以这个瓷器他是有故事的 那这个瓷器的话呢 他是右上重宫的 而且这个整个的话 这个陶文的话 你看他摸上去都有一些微微的立体感 您看蜿蜒的树枝 漂亮的一绿叶子 硕大的这个陶挂在锤挂在枝头上 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 雍八前九 雍正八陶 乾隆的话九陶 对 他想要去表达什么 就是我们说的 雍正的话 他基本上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画了八个陶子 那么乾隆的话呢 他上面画的是九个陶子 今天我们就带着这款 我们说的陶文的瓷器的文化故事 让大家看一看 乾隆的这个当中陶文 他是有什么特征的 我们这个是仿清三大乾隆时期的 啊 来跟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件 你们大家去那个北京故宫博物馆参观 应该都很熟悉吧 大家是不是每个人去的话都想去拍张大酒桃的那个照片啊 是吧 还记不记得呀 对吧 好 那么今天的话 我在直播间给大家看到这款的话是高货 啊 是咱们的精品的 九陶 对对对 好 我给大家点评一下哈 看这里的细节 我们中国人呢 都素爱喜欢爱词之人 那么用匠心去自作 那整个的话 这个当中的这个陶 九个陶子非常的华丽 嗯 这件的话 这个陶子一笔笔都是带点工的 哎呀不知道什么原因 最近下半年我们家酒桃卖的好多 大的好像大号酒桃都卖完了 哎 对 那个前段时间的话 因为我们家有些这个朋友他不是买了吗 他收到很满意 然后那个朋友呢 那个开业 他就特地到我们家买了一个大酒桃送给他的朋友 啊 就非常的信任 他说老师我在你家收了一个 然后我现在朋友开业了 我觉得啊 拿钱他都记不到 我给他送一个大酒桃 寓意又好 而且放到那里又气排又好看 哎 我觉得这个老铁嗯 很不错啊 平常的话 我给大家讲的这个东西 大家都记到了啊 好 各位曹伟们 今天的话 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件是我们的高货精品的 九桃的天球 来真正的话 那个标记一下 然后那个朋友等会让他看 这是有个朋友预约的哈 我在直播间给大家展示一下 28号链接 好 这件漂亮的九桃啊 是违访乾隆时期的 你们大家去北京故宫博物馆下次买票参观的时候去看一下 非常的有名 那我们看到这个上面的话 有非常的漂亮的桃之福也桃之曼妙 非常的漂亮 那么这个市场上也有很多贴花的 我教过大家的方法 你们不要记得啊 别忘记了哈 拿手机拍 去看它的网格子文 这种贴花的东西是可以看得到的 啊 等会我讲了 那个时候 你再标记好 现在先讲这个 来 参与们 我先给大家教你们怎么去区别 因为这个 它有贴花跟手绘的 这个贴花手绘 它怎么看呢 你用手机去拍 它的网格子文特别的大 其实这个我不用手机拍 我露眼我就能看到它的网格子文 这个一眼我就看出来它是贴的 可是很多朋友他不懂啊 他一看这个东西 看起来这个东西都差不多 他会觉得这种便宜的东西就好 你要想到天上不会掉馅饼 羊毛出在羊身上 便宜的东西怎么可能 你几百块钱怎么可能买得到 这种手绘的酒桃啊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化工钱都不够啊 对吧 那怎么看呢 就是我教你们方法用手机拍照 一拉大图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网格子文特别的大 这个网格子 然后很呆吧 你看这种画的这个桃子 你看特别的灵动 很漂亮 这一比比的都是带电弓的 所以这个不一样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 您看这个酒桃怎么样 美吧 美吧 很美啊 来哇 这个桃子 多漂亮 好 这个在整个的瓷瓶上是以这个粉彩啊 还有什么呢 我们说的蜿蜒的这个画树的这个树枝 那么这个桃的话呢 您看 啊 在这个细节上给大家去看一下 这外面 这个外面好几万啊 好 好 掌握们 我现在的话 在直播间给大家展示的这件的话 是一件非常漂亮的大酒桃 这个呢 它是中号的 从头到尾都是手工拉配的 纯手工去画的 整个蜿蜒的树枝上 硕大的桃垂挂在枝头上 上面的这个花卉纹是含苞带放 整个它展示出来的这个美式不一样的 树上结了九个攀桃 桃树旁边的话 还有这个花卉 底足的话 是我们的大清乾隆年制 那这款藏品的话 不仅我们说用绚蓝的手法去绘画的桃石 成功的把这个当中成熟的桃 它的这种色彩给画出来了 那么藏友们 桃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 它有着吉祥之物的故事 那么九在中国的文化里面 它又有着皇帝喜欢的 这个当中自尊之术的故事 所以呢 九桃会平上 遇着平安祥顺 据当时的话 有这么一个故事 讲这个天球瓶的由来呢 是这个郑和下西洋的时候 带领浩大的船队 下西洋航海的时期 所以这个天球瓶的话呢 是从那个时候慢慢演变过来的 到了清三代的雍正乾隆时期 天球瓶的话 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了 所以说 雍正也好 乾隆也好 这个皇帝呢 特别的喜欢这个天球 所以皇家慈禧里面 很多具有代表性的都是天球 我们看的比较多 那雍八前九 是不是 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这个画的非常的娴熟 画功很精细的 也很工整的 而且这个坟彩 还有我们说 这个当中的发廊彩 以及我们说的这个青花 它都是瓷器里面我们说非常有名的这个工艺 那今天的话我们说一下这个瓷器吧 它是仿乾隆官窑的一个这个瓷器的标准器物 在烧好的胎幼上是以含昆物的这个当中 再去画洗面 再去烧 所以说呢 也是借鉴中国画里面的这个当中渲染的技法 而且在色彩上 在工艺上 这件都是相当美的 我再给大家重复说一下 由于这个瓷器的色彩的丰富 它的精美 因此很快 在当时古代获得了清代的 王公贵族的他们的青睐 所以呢 它逐渐取代了当时五彩瓷器的地位 成为了我们锦德镇生产瓷器当中的一个制品 就是我们说具有代表性的 所以这个粉彩瓷的话 它发展到了一个时期的时候 它当时的话就作为了皇家宫廷的成设 所以这样的器物也是颇受我们皇家的这个喜欢跟钟情的 所以说这个它是我们的高货精品的 一点点就够了 好 来我来量一下这个尺寸 老铁门 不要记得吧 好 这个高度 来老铁门 40这个高度 然后这个宽度的话是在我们的25到26 然后这个口径的话是8.6 大家看到没有 8.6厘米 我特别喜欢这幅画 因为传说的话 当年呢 这个乾隆皇帝呢 为了给他的母亲的一份礼物 特地画了这个九桃 在这个上面 有这么一个传说故事 因此的话呢 你们如果说去北京故宫博物馆参观 很多人呢都会去参观 一定这个桃是不能错过的 很多人都会去拍 那我们这个钟号的话 像100多个平方 家里面的话 OK的 100多个平方 家里的客厅呢 沙发了 书房了 还有卧室里面呢 公司别墅里面呢 朋友们 乔迁新去都可以 我们前段时间有个朋友 他自己买了一个 放在家里很漂亮 很满意 然后的话呢 他这几天的话呢 因为马上快元旦了 这个乔迁的时候呢 他就买上了一个大酒套 来我们家又买了一个送这个朋友 我们的价格很福利的 像这种的 他们外面就是来 我们几个真的朋友 你们来玩的都知道这种得要卖到将近两万块钱一个 然后像我们那种大号的 他们要卖到将近 就是5万 那种大的 他没有这种价格 他不卖的 但是我们这个价格真的很福利的 真的 所以说这件的话 藏人们 是我们这一大字馆自己生产的 直播间下单 这款有收藏证书 而且我们家的这个农浴证书 你们都看了的 所以像这种的这个九桃 它是纯手工拉胚的 纯手工画的 我曾经也给大家普及过 所以你们别忘记了 贴花的东西不要去买 知道吧 一分钱都不值 你花那个几千块钱 你买个贴的东西 放在家里 稍微懂点的朋友人家一看 是吧 那多不好啊 对吧 好 谢谢 谢谢我们家的小和朋友啊 好 接下来的话 老师在直播间要给大家上的呢 是我们的 新品啊 来 给大家去看一下 晚上好 晚上好 欢迎来到我们真一大字馆直播间 欢迎我们的 这个 行走江湖 欢迎我们的 哇 这么多朋友啊 欢迎我们的这个漫步朋友 嗯 新粉的话可以点上方关注一下老师啊 好吧 对 欢迎来到我们真一大字馆直播间 好了 这个就给大家展示到这 我刚刚这个是给大家切的一个很近的一个这个距离 好 接下来的话 老铁们 还想不想看我们家的这个摇宝 想要的话把样子给老师飘起来 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件我们的 柴摇的摇宝 想要的把样子飘起来 我要看到你们的样子哈 柴 柴摇的摇宝 好漂亮 还有我们发廊采的茶器 啊 对 还有我们的青花 还有我们的龙凤成祥 我来看一下 史博尖的这个朋友们 打了衣子的 我们的柴摇的摇宝 现在11点多了 珍珍你看一下这个 哦 我们家彩核Q1了 是吧 啊 一个朋友我不上 一个朋友我不上 老师喝口水啊 今天晚上我都没喝水的 真的 喝口水喝口水 嗯 啊 彩核彩核朋友一个人Q1了 啊 行 好吗 好